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莫门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生存挑战 在我们雪条的上方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我们现在需要准备的时间 然后我们这边首先给大家存置一下 它默认是给我们300秒的时间 也就是5分钟 我们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里面准备好一些装备 我们现在先开始撸数 然后这个游戏规则就是 在你300秒之后 它会每过30秒 它快速就会给你一个 累计生成一个就是支线任务 就类似于这种一个挑战 然后它会让你去死 至于你能不能活着下来就看你自己了 那我们现在赶紧的先把东西给它录出来 我们的出生地不是很好 所以现在的话找不到太多的食物 也就杀了一下鸡和牛 然后这边苹果也没有掉 这边准备要开始传送了 那这边倒计时30秒 我们这边先把自由能采集的采集一下吧 也传送到了一个僵尸旁边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胚甲 我这边只做了把键 我们这边这些键出去 不然它打架了 先挖出去 以防万一 不然第一个灾难就死掉了 有点砸垮 先跑先跑 帽子还是一个海岛 又是刚才那个海岛帽子的 就是在刚才那个地方生成了一个这个 我们并没有传送走 什么鬼 这什么鬼 什么鬼 不是 采访月亮吗 还好我在河边 还好我是在海边 不然这些没了 我把这兔子的攻击距离还比我远 我把这兔子的攻击距离还比我远 刚才那个杀手突兔的攻击距离也太远 我拿剑打不到它 这是最恶心人的 我们这边赶紧的再来 我就不幸了 它应该不会再处于重组了 我们这边准备站在河边 我怕以防万一到时候它会让我再 让我去看月亮 让我有点裂开 我们这边赶紧先把它输入起来 感觉好像不太需要那个武器 因为它给的那个僵兽 我可以直接避开它 不需要跟它打架 所以我们的话只要做一把斧头就够了 不需要做剑 剑的话用场不是很大 如果这样水里以防万一 最后10秒钟 然后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是的 我们今天先顶着头 因为我发灯外 它让我和太阳鲜并前 或者和月亮鲜并前 我们鱼 铁针鱼鱼 会站在这个石头下面 这次应该不会砸死我了 先站到这个外面 现在什么都 我们不要跳 不要跳还是挺短 什么 什么 也太吓人了吧 还好还有方块黑老店 这也太危险了吧 这个世界好危险 我受不了了 我判断了 令人难遇 不会吧 哦 令人在水底下 碰到水会有伤害 要接溜就行 直接走 不要管他 都要走 就有牙齿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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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